好啊那我比你帥 我比你有錢 我比你有關係 我還比你拚 那你在幹嘛 周湯豪新說唱拚進六強 DIS網友不然你來啊 立可周湯豪成為中國新說唱六強中的唯一台灣選手 他透露參加比賽壓力三大 賽期間其實是比較高壓的 你變成聽說是好像一天之內就要把歌寫完 連續比三天了 然後第一天比完 你連水都還沒喝你 你是沒有被預告的 他在台上跟你講說接下來二十四小時 那已經晚上十點了 那你是不是開始寫 而且還不是說舒舒服的讓你寫 是在錄真人秀現場寫 我的困難就是大家覺得我做的事情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亂來做做看 這麼容易你為什麼不做 來的人都是中文說唱裡面的菁英 我這就跟 它是不同領域的 所以就跟我像 我等於去參加一個中文說唱的奧運一樣 然後我突然去參加 而且我本身不是一個rapper 所以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媽媽是百分百支持 當然支持她一直覺得 她一直很希望我做一個rapper 還是有很多人是很酸的嘛 真的嗎 所有說我靠媽的人我都比你們強 為什麼 因為我是有鏟子的人 我是靠我自己能力的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現在年輕一代的悲哀 沒有一家公司或是誰的父母可以幫人療名 在這個時代 大家不要再開玩笑了 我有多早就開始自己賺錢你知道嗎 我還沒二十歲就開始自己賺錢養家了 真的我覺得no excuse大家都給自己太多借口跟理由 光是這兩年我做了很多事情嘛 對 比如說唱片出片了對不對 然後我還演了一部戲 然後我還去了時裝周 然後我EDM的東西一直在做 我還要走走走走 DJ的巡演 自己的巡演 然後現在又來了請說唱 你為什麼不會的 我不會休息 這是我不會的 哦哦記得要休息啊好好 我們法是我的命運 It will be killing the game Over and over again